缺電、缺工、缺地、缺人材的五缺問題 地緣政治帶來的戰爭風險等等 台灣正處在一個關鍵的時刻 你的選擇決定台灣的未來是一個新政治 還是要繼續沉溺在過去藍綠互鬥的泥繞 這一次你應該相信 你本來就應該相信的東西 相信改變台灣從改變政治文化開始 相信柯文哲帶來台灣的改變 我們要改變對不對 我選擇在觀音山前淡水河畔宣誓參選 正是因為文化 這裡是北台灣最早開發的港口 四百年來經歷了西班牙、荷蘭、明鎮、清朝、日本殖民統治、國府遷台 以至於近日的中華民國台灣 四百年來政權不斷的更換 但多元文化造就了台灣本土的特色 讓台灣文化更加遠遠流長 更加繁榮茂盛 一百五十年前 馬歇穆斯來台傳教 就在這個地方上岸 他看見了台灣人民的痛苦 創建了北台灣第一所西市醫院 護衛歇醫館 他生活在台灣 認同台灣 他是新台灣人的典範 我們要給台灣人一個新的定義 生活在這裡 認同這裡 就是台灣人 這可以解決我們很多內部的問題 我們都是光陰百代的過客 仇恨、衝突都會過去 只有美好、善良會留下來 為什麼柯文哲要參選2024總統大選 因為台灣應該是一個團結和諧的國家 不應該是一個分裂鬥爭的國家 台灣應當是中美溝通的橋樑 不應該是中美對抗的旗子 台灣應當是美利之島普爾謀殺 不應該是外媒所說世界最危險的地方 台灣應該有一個清廉、勤政、愛民、愛鄉土的政府來帶領人民 不應當是口號治國、載留子孫、製造仇恨對立 2024要成為翻轉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多年來 執政了民進黨 因為政黨利益超越國家利益 治理失能 前瞻計畫不前瞻 特別預算不特別 毫無財政距離 面對少子化、高齡化、束手無策 數位轉型、司法改革淪為紙上談兵 從能源危機到五缺甚至缺氮 讓外資卻步 政府成的企業投資最不可靠的因素 讓台灣錯失了許多發展的機會 面對2050健能碳排放即將帶來的衝擊 毫無規劃、百費待局 年輕人看不見希望 但是我們不能這樣就算了 我會以理性、物質、科學的精神 重建人能政府 我會援手財政距離 健全中央與地方財政 讓國家能永續發展 我會尊重專業 重建文官制度 加速政府的數位轉型 提高行政效能 我會發展穩定的能源 不讓跳電成為台灣的危機 我會延長現役核電廠的使用年限 確保能源轉型局的安全 鼓勵再生能源穩定的發展 我會國土重規劃 全面健檢水資源 讓台灣遠離水和災 成為世代移居之地 我會讓台灣的高能教育 重返世界百大 從大學的細索 結構、評鑑方式 教育內容 做制度性的調整 重建技職體系的價值 讓學生更具國際競爭力 我會全面建立 友善生養的職場環境 讓年輕人感身、能養 解決少子化的國家危機 我會以多用方式 實現居住正義 保障居住人權 我會友善新住民 維護新住民權益 促進社會的共融與和諧 總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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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台灣的選擇 柯文哲 過去三十年 台灣的民主化固然有其成績 但是現在也面對一個 藍綠互鬥內耗的局面 歷經三位總統無法解決 現在 是改變的時候了 我會以聯合政府 創造和諧社會 用最大的包容 讓台灣團結 用最大的力氣 團結台灣 而且會堅持達成目標 好 總統好 我會主動 召開國事會議 邀請主要政黨的負責人 凝聚共識 唯有內部有共識 才能團結對外 依據憲法規定 到立法院進行國情報告 建立責任政治 解決總統有權無責的亂象 面對台海緊張行事 我會務實處理兩岸問題 在確保全體國人 繼續享有民主自由的政治 體制與生活方式 恢復和對岸的溝通管道 我會繼續以五個互相的原則 在對等尊嚴的條件下 促進兩岸和平 增加彼此善意 減少衝突的危機 創造台灣和平 我們備戰而不備戰 能戰而不求戰 以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來維繫印太地區的環容穩定 各位 就在你們走後方的紅毛城 四百年來經過了九個政權 他看著福爾摩殺台灣 從原始山嶺 碧露藍嶺 發展成為現代化國家 現在 面對千變萬化的世界局勢 我們應該 同做共濟 集結眾人的力量 要成為 翻轉台灣命運的轉捩點 總之 基本原則 共同社會國家治理 對內聯合政府團結台灣 對外台灣自主兩岸和平 你我同心協力 讓社會和諧 政黨和解兩岸和平 我們已經沒有時間浪費了 我們要包容共生 不要彼此仇視 我們要華致 我們要華致 不要神 不要神 我們要民族 不要民族 各位夥伴 要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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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方 要民族 一定要